开张圣王陈元光为唐朝将领 应平定敏月地区 让百姓安居乐业 早年由唐山被奉请来台奉寺 由于显赫神威 护国又名 被视为漳州人的守护神 今天来到了南投草屯 这边有一间有求必应的 臣府将军庙 也就是开张圣王 里面侍奉的是陈元光将军 听说香火鼎盛 大家都来祈求平安 而且回来答谢神恩的谢神戏曲 每一年就来到了七百多场 到底是怎么这么灵验呢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了解看看吧 数十年来每一年来达谢神恩的谢神戏曲 听说就有到七百多棚 哇怎么这么多呢 怎么这么多呢 没这么多 不得不信啦 那丹府将军庙 奉寺的主持是开张生光 是 信尾林甘 有求必应 虚伟很丁性 因为丹府将军 大家知道我真的看虚 所以说来来 来召赫神恩都来召赫 喜结 entrude 而且七百多棚 表示说一年才三百六十五天 一天至少要兩棟以上才行 真的有用 因為我們每年七五月的時候 沒有在演出停止 所以說一年才有11個月而已 定期要來社會的人 很多啊 所以說現在定期 就要6個月以後才贏得到 組長來介紹一下 陳甫將軍廟的歷史 是的 大家好 我們台努長君廟 是我們鄧村去台灣 我們的先民 跟他請過來這裡 來向師 在清條牽樓的時尊跟這尊 當時的廟室比較小 後來經過我們兩次改建 目前的廟貌是這樣子 為了讓信眾在新的一年 前途光明 神采煥發 陳甫將軍廟 在每年新春期間 設置七星平安橋 祈求平安四福 至煞除惠 消災解惡 那我們這個七星平安橋 有沒有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啊 是這樣齁 我們丹甫將軍有所安保的七星平安橋 是因為要先 啊 封請漁王台北 宿治 對 依照我們的鼓勵的科技 強請本廟丹甫將軍 勝負 金準 移負到我們八星平安橋 阿橋上安祖賀齊 在休閲的時候 也要釋放安庭 消災棄刷的婦人 跟七星平安橋 啊 休閲的時候 有宗地七星平安橋 來破刷 喔 還可以輔助我們的原神 奧義 讓我們的原神公菜 有這個特別的意義 就是跟軟腳腳一樣 當中的意義 今天是元月十五元宵節 那也是我們開張聖王的 聖誕千秋之日 是不是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今天開張聖王的製作活動 又配合一年一度的元宵節 我們有藝文活動 有人用 人塞 也有扯古丁 我們這個舞蹈表演 節目非常豐富 晚上又邀請影視 郭星 來歷臨本廟 來做注射的連環晚會 各個社區團體 拿出十八般舞藝之外 廟方也特別邀請 梁廣省師團為城府將軍助手 氣勢磅礡的演出 更彰顯開張聖王的神威顯赫 晚會人山人海 藝人及舞團表演 七彩繽紛 絢麗燦爛的煙火秀 為熱鬧非凡的夜晚點亮星空 歷今已有兩百八十餘年的草屯城府將軍廟 於二零一八年落成了跳高十一米 堪稱為世界最高的開張聖王騎馬同像 雄壯威武相當氣勢 已是南投草屯地方的新地標 亦是可貴的文化資產 哇這個開張聖王騎馬神像 好高好壯麗好雄偉啊 是的 是的 我們開張聖王騎馬的動像 在我們本廟委員會的時候 有這個提起 說開張聖王 我們有需要來做一個騎馬的動像 所以開火通過之後 剛才發佈消息 就有信眾 來找我們主委 說中軍爺騎馬去跟他說 我們中軍爺的動像 要趕快做成 這位信眾 來跟我們主委說 你如果不夠錢 他都要做出 這個信眾就是 如何受過開張聖王的恩責 所以說 它是我們忠實的信徒 今天看了這麼多 城府將軍廟的特色 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也都能感受到 開張聖王的顯赫神蹟 歡迎大家都可以來到 南投草屯的城府將軍廟 一起來祈求平安 祈求事業順利 家庭美滿 晚上 最佳小的遶族 你知道那倒台 老人 明年